老大媳妇,不知怎的,我心里一阵发慌,总感觉元宝他们这次去叔叔会有事发生。 当,您别多想,您是最近太多事,又要顾家里的,又要顾地里的,累坏了,您好好歇两三日,其他事交给我们几个吧。 呃,辛苦你们了。 这是我们应该的,等一下我帮金大搬点货去卖,晚点就回来给田里浇水。 娘,我等下也先帮金二收标草,晚点没这么多人后也去田里帮忙浇水。 娘,我和老三就没办法回来帮忙了,面他那头老忙了,咱家臭臭面都呈关到特色里,不过我在井里泡了绿豆汤,这天老热了,你和爹喝一碗再睡会,我们先走了。 看着儿子儿媳们都各有各的事业,金钟夫妇都感觉生活越来越有盼头。 钟格,我有个事想同你商量。 什么事? 咱们家儿媳肘里之间没有弯弯绕绕,所以我想,要不找个机会,将管家的权利和义务交给老大媳妇而散了,这样我可以全部心思扑到田里。 你决定吧,我没什么意见,你先在这里休息休息吧,我去把早饭的碗碟都洗一遍。 杜行,咋能让您洗碗? 这是专门让你们女人干活的歪力,你去城里看看,满大街的酒楼哪个掌勺不是爷们? 不用了,还是我来吧,你待会还要出去忙。 行了,别跟我争,小辈们都出去了,难得就咱两人,有人的时候你给我面子,私下的时候换为夫体贴你。 夫妻俩虽然都是几个孙子的爷爷奶奶,但说到底今年才四十来岁,也需要甜滋滋的生活。 老四,老四。 爹爹,是村长爷爷和子宁哥哥。 村长叔,您咋来了? 昨晚你爷爷到我家下棋,说了你们今日要去叔叔报名的事,这不,我也想把子宁送去是两个字。 那村长叔,您和子宁上车吧,以后子宁和莱宝他们在叔叔,也能有个照应。 这玉才叔叔虽然没有炭花郎的名头,但规模和质量看起来,比炭花叔叔那个相熟好上许多,我们是来对了。 可不是吗,我家闺女找的叔叔,硬不会差劲的。 来这何人,此处学堂种地,闲杂人等不得入内。 叔叔,我们是来入学的。 入学,报上名来。 请公目。 在这等着,我去请示夫子。 那叔叔,你们快点哦。 等着吧。 这个可以收,今日便开始上课。 另外兴金的五个,齐山长说了,不收。 啊? 哥几个,别玩了,情况不妙呀。 不是,我家孩子起过萌了,有技术在的,又不是不给叔叔,停茶不收。 大叔,你给我个准话,是不是有人在齐山长面前说什么了? 袁老白应该是蔡夫子这个人面兽新的东西在搅决。 是的。 那肯定是蔡夫子了,这个烂人,存心不想让咱们家的孩子上学堂,要断了他们的闲程,是吧? 爹爹,您冷静一点,这件事情我们慢慢搞清楚,着急也没有用。 叔叔,我可以见一见骑山长吗? 小娃娃,别再无理取闹,山长说了,我们育才叔叔,不收得行有失之人,请回吧。 爹爹,将小呆马赶到阴阳处,咱们就在门口等,我倒要亲口问问,我家哥哥到底怎么得行有失了? 妹妹,四叔,我们几兄弟商量过了,如果要这样求人才能读,我们宁愿不读。 哥哥们,你们不要急,我不会让我们金家人受委屈的,我只是要一个说法而已,而且这样的夫子,我也不会让他教你们。 骑山长,您再给我们讲讲这道算术吧,我们不介意脱堂。 师父领进门,修行在个人,孩子们,今日传授到此为止,更多的,需得你们自己回去领悟,我们明日再见。 骑山长,请问你的这些学生,知道你是一个看事情只看表面,不探内里的伪君子吗? 小歪娃,你是何人,为何突然站出来,说我是伪君子? 元宝指了指数音下的哥哥们,将今日被拒之门外的事情说了一遍。 你是山长,不肯收我哥哥们做学生,是你的权利,可你千不该万不该,在不知道前因后果之时。 妄下论断,说我哥哥们品行有失,我家哥哥也不愿意在你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夫子底下读书,但请你现在立刻向我几个哥哥道歉。 你这小娃娃倒是压见嘴里,没错,我确实是知道碳花学堂的事情,才不愿让你哥哥们进学堂的,也知道蔡秀是个什么样的人,过错方不在你几个哥哥身上。 那你为什么说他们品德有失? 无论碳花学堂那件事,过错方式睡,碳花学堂都因你哥哥们散学了,导致数十学子无输可度,你哥哥们不能忍一失之辱,将满盘起居翻腹,难道不是德行有失吗? 悖论,没想到骑山长你竟是个倔牛老匹夫,口口声声嚷着此等受害者有罪论,晚上睡觉的时候能安心吗? 看着人模人样,是个学问深的,没想到,是个绣花枕头,表面好看,实际上肚子里一堆草,说来说去,我家没人蔡夫子那个人面瘦心的,就是德行有失,我呸,你才是德行的。 事情有失,眼睛跟苍蝇一样,看事情还没我一个小丫头明白。 起来,拒绝碰瓷。 闺女,闺女,咱们是来骂人的,是跟骑山长好好解释事情缘由的。 爹爹,您还听不明白吗? 骑山长这老匹夫,知道蔡夫子的行径,可他选择站在蔡夫子那头,觉得咱们讨回公道, 掀翻了探花学堂就是有错,跟这种人有什么好解释的? 骑山长,你听说过榴莲吗? 听过,一种奇臭无比的水果。 我哥哥他们受了委屈,还要忍着被赶出书院才叫德行兼备。 就像榴莲这种水果,你不亲自尝一尝,胭脂它不是好东西,你不亲自接触一下我哥哥,又怎知他们德行有问题。 所以我才说你的话是悖论,没有道理,日久才能见人心,凡事别看表面。 妹妹,咱们回家吧,我们不想跟着这种先生读书,不喜欢。 就是,不书人没啥了不起的,还没咱们地利刨时的乡下人讲道理呢。 喂,我不干了。 好,我们走,什么素质,这也配教书育人,还没我家小哥哥万分之一呢。 来宝喜宝,你们几兄弟怎么回来了,难道叔叔不让你们住宿? 娘,来宝他们没报上名,去不了叔叔。 呃,这样啊,报不上便报不上吧,咱们再找其他叔叔。 今次知道描述误会了,就把今天的事收了一遍。 老天爷您倒是开开眼,指点指点我们老金家到底做错了何事,要让姓菜的断了我家所有男丁的前程。 奶奶,您不要生气,是孙儿不好,孙儿在叔叔惹祸了,弄得奶奶伤心,真是不孝。 傻孩子,不是你们的错,错的是那姓菜的,我这就去寻他,问问他为何要这样害我们金家。 奶奶,奶娜,您没事吧? 老色,快去陪福请司徒大夫。 放心吧,没事,幸亏元宝反应得快。 吉时施针,现在只要让苗妹子多休息休息就行。 有司徒大夫您这句话,老朽放心了。 功劳不在我,元宝,你跟何人学的医术,怎么会想到吃这两个学位? 之前家里住的华爷爷教过,记下了,爷爷,您先送司徒爷爷出去吧,让奶奶安静休息。 对对对,司徒大夫,我们出去说。 蔡夫子,你害得我奶奶激动至此,我定要你付出应有代价。